那现在呢我就麻烦老师您从您的右上角那里 在右上角这边 您刚刚的话应该都是用注册账药方式进来的 所以您就在这里 这里有个叫返回选单 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OHA云端教室的主选单 好这样就进来了 那我的课程比较多一点 那个没关系 因为OneNote他也会把我抓进来 因为那边有300多个 所以老师的平常你的应该是像这样 应该是像这样 但是我的通常来讲 我会把它变成像这样 就是这个排列的方式 显示的方式 这里是可以改变的 以我来讲这样是看得比较清楚 因为教室比较多 这样比较方便 好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在OHA云端教室呢 有两个身份 一个是您是老师 一个是学生 所以老师呢 您刚刚是当学生的这个身份 所以如果你按下我是学生 你就可以看到你用学生的身份 参加了哪些这个教室 好 那这个是一个方法 那么相对的 如果您在OHA云端教室有开设的一个教室之后 同学呢 要进到您的教室 他也是选择我是学生的身份 就可以在这边看到 那如果说您是用Google科室的 学生也是在这边去选择 我就在这边用他自己的Google科室登录 然后授权OHA云端教室去读取 那老师您稍微留意一下 待会呢 如果您在这边 不管您是用教师或学生都一样 他的这个授权里面 我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会有四个O 就在这边会有四个权限 需要让老师去做打勾 您必须要都打勾 都打勾之后 那在这边就会列出 他现在有参加的这个 Classroom的教室有哪些 那每次进来都需要登录 可是这个Google只做一次而已 他就不会再问你了 因为你已经授权了 只是说他每次呢 不管您是老师或学生 Classroom这边 因为有可能会有异动 所以他并没有把资料 直接汇入OHA云端教室 而是每次透过您登录之后 再去Classroom里面 去把名单抓过来 因此呢 您的学生的管理 也是在Classroom那边 直接做管理 管理完了 就直接从这边进来 这样子 完全不会在我们这边 就是去做这个管理的动作 这样老师了解了吗 所以这个部分 那您现在呢 切换到教师这边来 您如果说之前呢 已经有Googlecastroom的 您就点一下 然后授权他 记得要授权一下 因为我现在已经授权过了 有没有 我就会列出来了 那点进去 您的学生就会在里面了 就这么简单 好 我先调查一下好了 请问老师 因为现在疫情比较趋缓了 我不清楚 每个学校 现在是不是还有帮老师 建置那个 Googlecastroom的教室 有没有 我们马上调查一下好了 哈哈哈哈 好 我们进到OHA云端教室 老师也可以进来一下 用这样调查比较快 好 我们就用快问快答的 好 两个选项 好 然后一个 好 这个我们就不用了 好 我就直接问账 来 好 开放作答 如果老师 你是 你们学校 还是有帮您建立的 你帮我按A 那如果老师呢 你们学校已经没有在帮 大家建设 Classroom的 你帮我按B 看起来 好像比较多的学校 还是有 自己建 自己建就不用了 那你就 直接等一下 我们在OHA云端教室 自己建就好了 因为其实 老师说 大家用了Googlecastroom之后 你有没有感觉到 老师最常用的功能是什么 应该就只有一个吧 佼佼作业 对不对 佼佼作业是那个 Google Classroom的强项好吗 这个我觉得他确实做得比较好 但是他除了这个以外 就剩下最新消息 其他的好像就没有什么 太大的功能了 即使说已经推出了好几年 但是他一直不好意思打击这些 这些所谓的 这种教育学习的平台 所以他就把功能做得蛮弱的 这样 那我们OHA云端教室 在这一块还有OneNote 相对 他功能比较多 但是我不可否认 真的 他的佼佼作业是 我们目前用过的平台里面 算是相对 就是机制比较好的 所以如果说老师您是属于要自己建制 Classroom的 或是学校没有帮您建制的 没有关系 您可以来这边 我们OHA云端教室上面这里 我再回去外面 你们也一样 你待会可以回到外面 在上面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个叫做发起教室 发起教室 您把它按一下 就可以自己指定教室的名称 按下建立教室就OK了 然后刚刚韵婷老师说Google Meet Google Meet跟Google Meet不一样 Google Meet是 只是有什么 限账会议的功能 他并没有班级的功能 所以跟那个班级经营比较没有关系 他比较属于就是我们讲的限账会议 像Google Meet Room 还有微软的那个Teams 或者是像之前有WebEx 之类的这些 好那您有的教室名称之后 您就按建立了 有没有这样就可以开教室了 有没有简单 虽然他开教室其实还蛮快的 只是说如果您是自己建立教室 那当然里面就是没有学生 没有学生 老师就没有用了 对不对 因为呢 你看包括抽人 包括评分 包括分组 还有你要快问快答 抢答 这些东西都不能玩 好不好 那怎么办 来老师我们先往下走 先往下走 您先找到最下面这里 他会有教室设定 您看一下 有没有最下面这边有教室设定 有六个 如果您自己建立的会有六个 如果您从Google Clouds 跑进来的 您应该只有四个 快速教室和学生管理 您这边会没有 所以老师您可以自己先试看看 看您是要从Google Clouds设定进来 那是最方便 因为您的学生 就已经自动加在里面了 所以您要做刚刚那些功能 通通都可以 但是如果您还没有的 是透过自己发起教室的 您在下面这边就会多了 这两个 那我们开了教室之后 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就是来 左下角这边做一个快速教室的设置 如果您没有的 您就不用 不用 设定 那你看我先进来 好 首先第一个 如果你觉得 刚刚的教室名称我不满意 没关系 就可以在这边编辑 甚至呢 老师说我这个是测试的教室 我不要了 我们就来这边删除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老师还记得 刚刚我有给大家一个代码 对不对 好 这边就有这个代码 还有QR Code 那如果说您觉得 某些字 比如说E跟L 比较容易混淆 那没关系 你可以重设代码 设到你高兴为止 就找到你觉得 比较OK的 比较不容易混淆 像这种L的 就很容易跟E混淆 我就会把它换掉 这边也是一样 还是有E的 还是有E的 怎么那么巧 终于有了 我可以确定这几个 就比较不容易混淆 那您可以把你的教室 本身的连结 或者是这个代码 或是QR Code 直接就把它复制起来 那这样就可以邀请 不管是学生 或是家长 比如说您班清会 也可以用这个 那 班清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什么 就可以用反课的方式 那就是一次性的 他不一定要注册账号 这样对于教室的设定 有没有问题 只有自己建立的 发起的教室 才需要做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必须邀请学生 OK 这个跟老师说明一下 那再来下面这个学生管理 也是一样 您从Classroom进来的 学生管理 就是在Classroom那边去做 那我这边可以做的 就是从这里 加入学生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他只有姓名跟座号 可是 你加入的 他进来还是不一样 所以 来我们看一下 我先离开这个教室 我们可以帮 做的学生管理 就像这样子 在这边 有没有 有哪些 老师同学进来了 那我如果 要把他改名字点下去 我可以做修正 那如果说不要的 我就可以从这边做删除 好 这个是学生的管理 那么 因为如果是Classroom过来的 他每次都会读取一次 所以这边就没有这样的功能 OK 好 这是老师开一个教室之后 你要做的 那如果说老师 您刚开的教室 没有学生 怎么办 那你就一手老师 一手学生 对不对 你可以用手机 自己把QR Code产生出来 从你的手机扫描一下 当学生 或者是 您要开那个无痕模式 就把 我们的连结打开 然后再进 无痕模式进去 这样子 这样您就至少有一个学生 好吧 一定要有学生 没有学生 很抱歉 你就不能玩 所以您开了教室之后 第一件事情 先做这个部分 好 第二件事情 我们有讲过 当我按下 这个同学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这个叫做 课堂的表现吗 这些评分 那您可以先点看看 您现在开新教室之后 应该只有加一分 跟减一分 那你要怎么去设定 这些内容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来 一样往最下面 在教室设定里面 有没有一个叫评分项目 评分项目 你就可以从这边 标准的方法是一个一个慢慢加 但是老师平常不会只有一个班级 对不对 你可能会有好几个班级 如果一个一个加 你一定会疯掉 所以呢 你可以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用编辑项目 那在这里呢 您就一行一个 所以你看前面就是你的评分的名称 用一个半点的逗号 半型的逗号 然后后面是加二 加五 加十 或是扣的 都可以 所以您可以像这样子 那一次编辑完了 你就把按确定 这样这个就好了 来 我先把这个复制给大家好了 好 我拿我的 先给大家参考一下 所以如果你想要直接贴进去的 你就贴进去就可以用 那这种方式是你每个 就是教室 你还要再做一次 那么现在呢 他有一个新的方法 就是您可以看到在右上表这边 他有一个叫做引入 好 引入 那 您可以先在外面先做好 以后呢 不管你开哪一个教室 我就把这个 我需要的 就把它抓进来 这样相对比较方便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要怎么做哦 老师可以先一样 先离开它 回到我们的选单 回到我们外面的选单 好 您会发现上面这里有个叫全域设定 好 全域设定 所以你把它打开 这里就有分两个部分 一个呢 就是我们刚刚有玩过的 快快打 你看像 预设进来就在这边 所以我可以从这里 新增题目 看你是文字型的 还是图片型的 它会帮你 显示出来 好 看你是选择题 还是问答题 我就可以在这边先做 那评分项目也是一样 你可以直接按编辑 有没有 我在这边直接做 全部打进去 那该有的就会出现了 这样子我们进到 刚刚的教室的时候呢 你看我再重新进去哦 往下到评分项目这边 引入 你就可以把 拿一个需要的把它勾一勾 直接加进来 那这种方式是相对比较方便的 好 所以呢 老师您可以 有了教室之后 就是先到这边来做一点点设定 好 这个部分大家还OK吗 应该 还可以了 因为现在你现在工具比较多了 好 再来还有一个 我们现在都是在做这个教室设定 你看这里 有没有一个叫做基本设定 按一下 好 基本设定的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 您可以看到 目前就是 学生的姓名 原则上应该都是 你的那个帐号的姓名 如果你希望开放 他们可以制定的话 你可以开放 那第二个就是 学生的大头 预设我们这边都是用小怪兽嘛 那如果说您要开放他可以 就是换这个大头的话 就是这边如果你开放他可以换头 那你就可以选择 我是要看学生上传上来的 还是我只要看他们的小怪兽就好 好 那再来呢 还记得我们刚刚在评分项目的时候 不是有声音吗 如果老师觉得声音太吵了 你就来这边把它关闭 那这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就是 我们刚刚不是有评分 加分啊减分啊 可是这里 有一个叫做加减分 是零分的 你要不要显示 这个显示是指给学生看到 给学生看到 那 老师应该 会有点疑问 不加分不减分 零分那就没有任何影响不是吗 有些时候啦 可能老师会有需求就是 这个同学 可能我先做个记号 例如说我们疫情期间 我就会收到学校的通知啊 某某同学有没有 那个 不小心确诊了 那这个资讯我们就 不方便公开给 班上同学知道嘛 我就可以用这样注记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把它设为不显示 我就知道这个同学 这样状况 或者是某个同学 有比较特殊一点的 你可以帮他做一个记号 因为有时候老师班级比较多 不见得都会记得 对不对 那你可以像这样 那我们让他不显示出来 只有你自己看得到 他们不会特别 就是看到他 类似像这样子的 好 那再来我们往下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这个群组的加减分这一块 预设的话 其实老师进来应该会都是加到学生 也就是说 我们假设有分组了 我针对这个小组 给他的分数 他是直接加到学生身上 那如果呢 您有把他换到 加到小组 他就会像我给大家看到的那个状况 你看学生分组这里 有没有 有特别针对 特别去针对 我们的小组 去做一个统计 像这样子 这样老师大概清楚了吗 所以说其实他的使用方式 就是像这样子而已 还蛮容易的 还蛮容易的 那这里有一个跟老师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的设定是有分开 就是说 我有个人的分数 也有小组的分数 因为现在是分开统计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还是要合起来啊 对不对 所以呢 您看在我们那个左上角这里 左上角这边 有一个叫做课堂表现 好 课堂表现这里 您在选单这边 哎 我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叫做计算总分 也就是说 你现在在第一组 好 那我就把你 这个第一组的分数 我就加到你身上来 好 像这样子 那也可以怎么样 好 比如说老师 我们现在 最后的断考结束了 我就清零 或者是我第一次断考结束 我就做一个统计 然后呢 第二次的断考 我们就重新再来 这都在这边 这叫做课堂表现 这样老师大概清楚了 嗯 像这样子 好 所以这些资料啊 他都帮我们记录住 那如果老师呢 您最后要做结 就是做这个统计 好 您也可以做 在教室设定里面 有一个叫一键备份 有没有 最下面这边 最下面这一键备份 您就可以把 我们刚刚的课堂的出席 学生的分组 抽人 他的表现 互评啊 互投 还有快误快达这些记录 都把它留下来 那每一个项目都是一个档案 都是一个Excel档案 您有两种汇出的方式 一种方式 就是把这些资料 存到您的Google云端硬碟上 另外一种 直接下载到这台电脑 通通都可以 它会变成一个压缩档 然后呢 您在解压缩之后 就看您选择哪些项目 每一个项目 都会是一个Excel档案 E的个C CEL 这样了解了吗 所以 终于 我们的欧哈云端教室完成了 哈哈 这样OK 那当然 但其实我们欧哈云端教室也有班级公告的功能 所以如果老师有需要公告一些事项 你就可以在这边张贴公告 这个就比较单纯 比较单纯一点 所以这个部分是给老师稍微了解一下 好 那甚至呢 他这有视讯会议有没有 也就是说像刚刚的老师提到 学校现在只剩下Google Meet 对不对 那可以 没关系 我们就把欧哈云端教室当作是取代Google Classroom的工具 我来用它做班级经营 那您可以在这个 我看一下 这里 教室设定里面有一个视讯会议 您就可以把 平常我们班上用的Google Meet 或者是其他的平台 你看就可以加入 对不对 他支援Google Meet Teams跟Zoom 看您的那个连结是哪一个 那同学呢 以后就进到这边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直接点开啦 对不对 不管是直接打开 或是用这个平板去扫QR Code 通通都可以 等于说 你就不用在仰赖Google Classroom那边 而且呢 资讯就结合在一起 好的 这样子 不知道老师对于我们的欧哈云端教室 有没有概念的 我们给老师一点点时间 只要你现在教室里面有学生 你可以试看看我们刚刚玩过的这些功能 好吧 你先玩玩看 那我先给大家一点时间 我们给大家大概三分钟的时间先试一下 我们很鼓励老师就是说 其实一个平台不是说所有功能 你都要去用它 因为我们不是来学软体 学软体只是协助你做班级经营 对不对 这些只是工具 哪怕你老师觉得说 我觉得这个倒数计时还不错啊 老师就先用看看 对不对 或者抽人你觉得不错 我就这一次我就用看看 那您一个工具一个工具慢慢熟悉了 那你就可以再试看看其他的功能 那这么累积下来之后 你就会越用越顺畅 那我也一直强调说 不是只有 就是深深用平板的时候才用 因为我们现在除了少部分就是人数比较少的学校以外 在都会型的学校 大部分是还没有办法达到班班有平板 对吧 所以你不可能 我们每次上课都是用载具上课嘛 那没有载具的时候我可以怎么用 那有载具的时候我可以怎么用 你都可以稍微尝试看看 因为这些平台他绝对不会是只有 只能有载具的时候才可以用 因为你没有载具的时候 我还是可以试着混合看看 用你现有的工具 老师平常上课方式搭配他 再来做这些使用 就会变成老师这些工具 会慢慢融入你的教学里面 千万不要想说 我一次就要把它用得非常完美 用得非常完整 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断在更新 所以随时会有新的 那我们只是说 老师透过研习也好 或网络上看一些介绍 那我们多去吸收 搞不好可能对你有另外一些的冲击跟想法 对不对 好 OK 好那老师这样练习过了 有没有问题 没有 我们要进到 弯弄那个平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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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